一車又一車 新鮮現到的垃圾 源源不絕出爐 狐特的味道 馬上吸引大批海鷗 前來飽餐一頓 但住在附近的居民 可說是吃盡苦頭 這裡是烏克蘭首都基輔郊區 第五號垃圾掩埋場 原本2018年因為容量已滿 早該關閉 可是新的垃圾場 遲遲還沒蓋好 垃圾車只好繼續來到這裡卸貨 因此垃圾山就越堆越高 1991年蘇聯解體 烏克蘭獨立後 當地一直沒有建立垃圾管理系統 人口有4400萬的烏克蘭 全國合法垃圾掩埋場 多達6100個 非法的則高達33000個 垃圾帶來的環境議題 不斷惡化 當地一名經濟學家 阿拉托斯夫卡 三年前著手創立 烏克蘭 烏克蘭 烏勒 不過全國資源回收站點太少 11月的一場民調顯示 45%的民眾認為 家裡附近找不到分類桶 因此難以落實回收 專家認為政府到民間 都必須採取更激烈的方式 來減少垃圾 才能避免烏克蘭被垃圾吞沒的危機 大家新聞 黃靜庭編譯